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然持续了半年 香港的土地行政好像有两种制度 一些对于普通市民的土地管制很严格 但一到新界的土地就不知很宽松 政府又说没有资源去处理 反而很关心那里的泥头 就被拘捕了 整个土地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面 就是政府如何选择土地时的选取 究竟是倾向了什么利益 例如元朗、横洲 旁边就是一个发展商的发展项目 一个发展的边界都会连续 甚至路都迫得很完整 所以很多人觉得政府是否借着 一些公营房屋的发展计划 用来配合一些私人的发展项目 横洲公营房屋发展计划 由原本17000个单位 变成第一期4000个 而三期就遥遥无期 因为政府和乡市摸底之后 乡市势力反对 所以暂时不发展这大片 正在经营车场和露天货仓的土地 负责拍板的是梁振英 特别成立的专责小组 先而后难的务实做法 是为了要尽快和尽量增加公营房屋公营 当中绝无任何所谓官商香黑 官人用一个搬仓、大型机械 和那些货柜之类 如果政府不找一个地方给他搬 那你叫他搬去哪里 先灭在元朗环州附近的 一些飞原居民村 也不选择一些已经破坏的土地去发展 在环州占用了官地的 可以批准地给他继续租用 这变相是鼓励更多人去占用官地 官商香黑 大家可以理解它是一个 官商勾结的扩充版 不知为何会配合了一些 乡市的利益 那些是不能移动的 如果你说移动它 你会被恐吓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要威胁我的性命 和我家人的安全 新界土地被官商香黑的阴霾笼罩 但也令香港人更关注 如何捍卫珍贵的土地资源 和公众利益 这种摸底的政策 未来是否会继续延续下去 作为一种正常的土地规划 發展 我们是要公开的资讯 很多公众参与 其实我估计有几个问题 例如短期批租的批地政策 撥备一些地政总署的人手资源 以至于政府对于整个土地发展的过程 整体全面的中土政策 下届政府或社会都不能不正视 天水围这座泥头山 表面移走了一点 铺了草皮,掩住、遮住 公众没有那么关注 就当处理了 但核心问题就不了了之 2016年 政府留下了一大堆新界的土地问题 新一届政府会不会不了了之呢?